《猎王记下》第九章 以丽莎先知换来一位先知门徒,对他说 你要竖上腰,手里拿着这瓶膏油,到激烈的拉末去 你到了那里,要在那里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护 你要去,请他从他的兄弟中起来,然后把他带进一个密室 你要拿着这瓶膏油,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说 耶和华这样说,我高丽你做王,统治以色列 然后,你要开门逃跑,不可停留 于是那年轻的先知,往激烈的拉末去了 他到了那里,看见军队的将领都坐在那里 他就说,将军,我有话要对你说 耶护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你要对哪一个说话呢? 他说,将军,我要对你说 耶护就起来,进了屋子 先知门徒就把油倒在耶护的头上,对他说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这样说 我高丽你做王,统治耶和华的人民以色列 你要击杀你的主人亚哈的家 我要为我仆人种先知的血和所有耶和华的仆人的血 在耶洗别身上报仇 亚哈的全家都要灭亡 我要减除在以色列属亚哈的男人 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为奴的 我要使亚哈的家 好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 又好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 至于耶洗别 他的尸体要在耶色列的田间被狗吃掉 没有人来埋葬 他一说完,就开门逃走了 医护出来,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去 他们问他说 一切都平安吗? 那疯子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他对他们说 你们认识这个人 也知道他说些什么 他们说 谎话,请你告诉我们吧 他说 他这样对我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已经高丽你做王统治以色列 他们就急忙把自己的衣服 放在他脚下的台阶上 然后吹响号角宣告 耶护做王了 这样 明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 耶护背叛约兰了 约兰和以色列众人 曾因亚兰王哈薛的缘故 守卫着激烈的拉末 但后来 约兰王回到耶色列去治伤 就是他与亚兰王哈薛作战时 弓箭手击伤他的 耶护说 你们若是同意 就不要让人逃出这城 到耶色列去报信 于是 耶护登上战车 往耶色列去了 因约兰正在那里卧病 犹大王亚哈谢下来探望他 站在耶色列城楼的兽兵 看见耶护的队伍来临 就说 我看见有一队人马 约兰说 叫一个寄兵来 派他去见他们 说 平安吗 于是 有一个寄兵 去迎见耶护 说 王这样问 平安吗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转到我后面去吧 那寄兵又报告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没有回来 王又派第二个寄兵去 他来到他们那里 说 王这样问 平安吗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转到我后面去吧 那寄兵又报告 他已经去到他那里 却没有回来 那驾车的手法 很像您式的孙子耶护 因为他驾车很凶猛 约兰就说 背车 他们就为他背了车 以色列王约兰 和犹大王亚哈谢出城 他们各自乘坐战车出去 见耶护 就在耶色列人 拿伯的田间遇上了他 约兰看见耶护的时候 就说 耶护 平安吗 耶护说 你的母亲也许别的银行 和鞋术这么多 还有平安吗 约兰立刻把车 调转过来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啊 反了 耶护拉满弓 射中约兰的背 剑从他的心窝穿出 他就倒在自己的车上 耶护对副官毕甲说 把他抬起来 丢在耶色列人拿伯的田地里 因为我还记得 你我一起驾车 跟随他父亲 亚哈的时候 耶和华曾宣告了 这些有关亚哈的话 昨天我实在看见了 拿伯的血 和他儿子们的血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在这块田地上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现在 你要按着耶和华的话 把他抬起来 丢在田里 犹大王亚哈谢 看见这一切 就沿着通往 伯哈干的路逃走 耶护紧追着他 说 还有他 他们就在靠近 以伯连的孤尔坡 把他急伤在战车上 他逃到米吉多 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 用车把他的尸体 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 他自己的坟墓 和他的祖先 一同长眠 亚哈的儿子 约兰第十一年 亚哈谢 登基统治犹大 耶护到了耶斯列 耶喜别已经听完 就涂眼梳头 从窗户里 往外观望 耶护进入城门的时候 他说 平安吗 杀主的心力 耶护抬头 对着窗户说 有谁拥护我 谁 历时 有两三个太监 往外望着他 他说 把他抛下来 他们就把他抛下去 他的血 溅在墙上 和马匹身上 他们也践踏了他 耶护进入屋内 又吃又喝 然后说 你们去料理 那被咒诅的妇人 把他埋了 因为他是王的女儿 于是 他们去收敛他 却找不到他的尸体 只找到头骨 双脚 和双掌 他们就回去告诉他 他说 这正是耶和华 借着他仆人 提斯比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野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 吃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体 要向耶斯列田间的奋肥 以致人不能说 这是耶喜别 别湾 能不能说 thinking 感谢观看